再来关注被中共国安非法拘押超过40天的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 在两岸江城会即将召开之际 台湾人权促进会等30多个著名的民间团体发起营救钟鼎邦行动大会 31号召开成立记者会 主要诉求是钟鼎邦没回家 陈云林不用来 这也是两岸7次江城会以来 台湾民间团体最大规模的人权活动 钟爸爸没回家 陈云林不用来 钟爸爸没回家 陈云林不用来 两岸江城会面临历年来最大的民间抵制行动 30多个民间团体要求 立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回家 督促台湾政府营救父亲的第40多天 钟鼎邦的女儿钟爱说 我非常的痛心 但是我跟她说 我一定不会屈服 无论如何 就是我一定要继续做到底 所以非常需要你们每一个人的帮忙 就在两岸签订投保协议前夕 从领帮到大陆探亲 遭干中国安局秘密逮捕并罗治罪名 民团领袖抨击 中共荒谬手段 威胁所有台湾公民 练法轮功是人的选择自由 我们不能接受一个独裁威权的体制 强害台湾人民的自由 更不能让没有程序 没有正义的所谓 危害国家安全罪名 危害台湾人的人身安全 我们请胡温体制要静听我们的声音 尽速释放中顶帮 中顶帮是被政治迫害的 我们要求无条件的立即释放 如果中顶帮先生没有被立即释放 两岸谈什么人身自由保障 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的 一个绑毁 绑了你家的小孩 你家人还去跟绑毁 去喝酒 把酒言欢 你也护不了旗 你也护不了人 就这么一回事 而且当着里面 来了告诉你 直接洗你脸 许多总统府与行政院的顾问学者 也出席表态 呼吁更多人加入营救中顶帮行列 既是为了中华民国的公民 为了台商 为了宗教的自由 也是为中国法治的建立 绑架中顶帮一人 就是绑架我们台湾 2300万同胞的未来的安全 不管是在立法院 或在我们行政部门 或者其他的人权关心的 能够一起铁身而出 不只是救援中领帮 而是救援我们 能够坚持我们的人权 跟民主的价值 在九天就要召开讲诚会 营救中领帮行动大队强调 目前深远团体持续增加中 只要中领帮一天未归 将有更大规模的抵制行动 秦桃仁雅电视 富东陈珍 台湾台报道